这里是青岛某军港码头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导弹驱逐舰南昌舰已经毛泊完毕 经历了15天的远航 南昌舰带领中方编队 圆满完成了这次海上联演和联合巡航任务 那么此外呢 昆明舰、柳州舰、宾州舰也将分别返航 此次任务中 我们不仅参加了中俄海上联合2021演习 和首次海上联合巡航 而且还进行了远海实战化训练 我们聚焦实战 航行一路、训练一路 锻炼提高了部队 远海远域作战能力水平 10月10号 中方参演舰艇南昌舰、昆明舰、宾州舰、柳州舰、东平湖舰 在东海以东海域组成编队 南昌舰为指挥舰 当地时间10月14号至17号 中俄海军在俄罗斯彼得大地湾附近海域 举行海上联合2021军事演习 当地时间17号至23号 中俄海军联合编队展开首次海上联合巡航 这次中俄进行联合军演和联合巡航 进一步鼓勾和发展了中俄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和传统 同时我们也建立了联合巡航的常态化组织和协商机制 提高了组织指挥能力和组织 在演练过程中 我们进一步也增强了中国两国海军 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